近日,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在北京接受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他表示,从台湾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国家统一的历史任务 台湾需面对三大时代课题 一是推动历史观的变革 回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清理批判内战时观、殖民时观以及分离时观 导正台湾历史的集体认识 二是站在争取台湾广大劳动人民权益的立场 推动分配正义的变革 依托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 将所创造的和平红利 为台湾社会改革 提供有利条件 三是推动台湾青年世代祖国意识的集体觉醒 批驳所谓台湾民族主义的论述 让台湾青年世代明确自身的国族认同 认识到民族复兴的时代精神 把个人发展融入到民族复兴的大道之中 吴荣源表示 从历史的事业来看 在完成祖国统一的伟大进程中 不能没有台湾劳工阶层的投入和角色 而台湾社会更需要像劳动党这样的声音 来为劳动人民的切身扶植奔走 面对台湾社会金权政治下 长期以来的分配不公和治理失能 台湾劳动党坚信 台独就是害台湾 只有统一才能救台湾 也只有统一才能让台湾劳动人民彻底翻身 我们希望能够在岛内充当黑暗中的灯塔 这也是对台湾社会最大的正义和最大的善 这就是我们台湾劳动党的自我期许